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是一把解密文明的钥匙 通常我们用GDP这类的指标 去判断不同经济体的发达程度 而用能量的尺度来衡量不同的文明 这种衡量文明的方法来自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 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恩莫里斯 在他的代表作《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 对比了各个不同文明的发展 以及不同时代文明的水平 得到了能量这一衡量标准 在使用能量总量的背后 既反映出一种文明当时的发展水平 也反映出它能够创造财富 或者动员战争的可能性 虽然能量不是唯一衡量文明水平的标志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方便实用的指标 伊恩莫里斯远不是第一个 提出用能量作为衡量文明水平的人 在他之前 苏联科学家卡尔达肖夫在1964年就提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等级 也被称为卡尔达肖夫指数 卡尔达肖夫将文明水平根据使用能量的能力分为了三个等级 分别是一型二型和三型 所谓一型文明是能够使用它所在的行星的所有能量 对我们来说就是使用地球的所有能量 二型文明是能够利用它所在的恒星系所有的能量 对我们来说就是太阳系 三型文明则是能够利用它所在的星系的所有的能量 对我们来说就是银河系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说的话 人类其实现在还没有达到一型文明 但是已经颇为接近了 如果人类未来能够实现可控核聚变 应该说就达到了一型的文明 很多科学家认为 今天人类的文明水平大约处在0.7型左右 而达到一型是指日可待的 至于什么时候科技水平能够达到二型三型的文明 没有人知道答案 但是大部分科学家认为 人类如果想飞出太阳系 就至少需要达到二型文明 那么在能量的刻度上 人类文明是怎么从0开始的呢 对于微观的个体人类而言 突破0的限制 就意味着首先要存活下来 但是这个任务对于原始人来说 可并不轻松 具体来讲 今天一个成年男子 每天大约需要两千大卡的热量 但是如果你生活在狩猎的年代 大约每天需要两倍 也就是四千大卡的能量 才能维持生活 如果你要养育后代 那么需要的能量就更多 可能是六千大卡 也就是说 如果人类获得能量的水平低于这个数字 可能就会灭绝 而当人类每天获得能量 仅仅达到这个数量的时候 也只能勉强生存 他们一天忙到晚 只是为了吃饱肚子不饿死 不足的人数没有办法增加 文明没有办法开始 更谈不上科技发明了 如果人类只是像草原的狮子一样 捕猎 谋生 获取能量 那么进化的速度 比猴子或者黑猩猩 是快不了多少的 人类的快速进步 是因为借助了外力 我们上一讲提到的衣服 就是一种帮助人类 节省能量的外力 另外一个重要的外力 就是火的使用 或者说取火技术的发明 这是人类最初掌握的 远高于自身能量的能源 渐渐的 人类活动所获取的能量 就大于了生长和生存所需 也就能够得以用剩余的能量 来改变世界了 在此之后 人类有了一系列的科技进步 能够帮助人类实现了 能量上灵的突破 渐渐开启了能量利用上的正循环 人类文明也就渐渐启动了 今天人类因为科技水平很高 获取能量极为便利 因此只需要很少的人 从事物质生产就可以了 剩下来的人 就可以进行科学研究 搞发明创造 以便将来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能量 解放更多的人 达到更高的文明水平 这样就形成了更大的正循环 人类的科技发展历程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不断放大的正循环 人类祖先艰难开启 能量正循环的过程 也是能量这条主线 逐渐展开的过程 在利用能量的效率上 人类开始越走越远 能量的标尺 也就随着人类的文明发展 一直延展出去了 大约在一万年前 农业革命出现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 学者们一致认为 人类终于从一种非常艰辛的 质量很低的狩猎生活 进入到了农耕原始部落的生活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1972年 美国学者马歇尔萨林斯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采集和狩猎的生活 实际上相比早期农业时代 更加悠闲而幸福 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 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首先考古发现 虽然人类在采集狩猎时代 婴幼儿的死亡率很高 但是一旦能够长到十几岁 他们通常就能活到三四十岁以上 而且还有个别的人能够活到七八十岁 但是进入农业社会以后 人类的寿命反而降低了 这可能是过于辛劳 而又没有足够的食物果腹 另外 人类定居以后 瘟疫对族群的威胁 要远远大于不断迁徙的采集狩猎年代 萨林斯的第二个证据 则是通过考察 今天非洲那些依然靠采集狩猎为生的部落 他们每天只需要劳动几个小时 就能够获得足以为生的食物 而在农耕文明的末期 农民们依然需要每天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劳动十多个小时 才能不受到饥饿的威胁 社会学家对今天所剩无几的 依然保持着游牧状态的族群进行了研究 研究表明 今天中亚的一些草原上 依然生活着一些逐水草而居的人 他们很容易获得每天所需的食物 当地政府试图将他们迁入城市 过一种更现代化的生活 但是政府的这种努力通常都是徒劳的 因为不用担心食物的游牧生活 对他们来讲更悠闲 我觉得萨林斯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单纯从有效获取能量这个角度来讲 人类似乎不应该把自己拴在土地上 这违背了人类进步 要伴随着获取能量效率提高的原则 那么为什么人类还是走进了农业时代呢 这个困扰了学界多年的难题 其实可以从能量总量的角度来进行解释 我们试着推演一下 人类在牵挟的过程中 人口的繁衍使得人类不可能通过狩猎采集 获得整个族群所需要的全部食物 狩猎采集的方式 虽然让人类每天花不了太多的时间觅食 但是能够获得的食物总数毕竟是有限的 因此狩猎采集的部落 必须维持一个比较小的规模 他们甚至通过延长哺乳时间来避孕 或者饿死和杀死多余的人口 在史前时期 部族之间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 而取胜的一方几乎无一例外 是人口占多数的部族 虽然以狩猎采集方式生存的部族 或许在体力上有优势 但是如果面对十倍人数的农耕部族 则是毫无胜算可言的 逐渐的 那些靠狩猎采集为生的部落就被边缘化了 人类从此由狩猎采集时代 进入了农耕时代 而这进一步让人类能够控制的 和利用的总能量上了一个大台阶 这里我就要强调一下 能量总量对一个文明的重要性了 以美索布达米亚和古希腊为代表的商业文明 在获得财富的效率上 要远高于以古埃及和古中国文明为代表的农耕文明 但是在获得能量的总量上 古埃及和古代中国具有极大的优势 这才让他们能够建起金字塔 始皇陵和长城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 能量不仅是衡量文明的标尺 它还是一把解密文明的钥匙 很多历史上难以破解的谜题 都可以从能量的角度找到答案 再比如说 在中国历史上 每一次小兵期通常都伴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南迁 因为他们在北韩地区是无法获得 让整个部族生活和繁衍所需要的能量的 此外 西方主流学者也用能量解释中国一些王朝更替的根本原因 就是到了王朝的末期 由于人口太多 农田里收获的能量不足以养活很多人 中国每一次大的王朝更替或者是动乱 都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 在此之后就会有大量空闲的土地可供耕种 整个社会矛盾就能够得到解决 新王朝往往会出现一段时间的窒息 有了能量这把钥匙 你就获得了俯瞰文明史的另一个维度 我希望你从中可以进一步理解 为什么这门课用能量作为主线 以后的课程里 你会感受到人类几次大的科技进步 都和能量有关 比如说农耕时代牲畜的使用 欧洲近代风车和水车的发明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以及二十世纪原子能技术等等 最后总结一下这一讲的要点 第一 任何事情最终做好 需要一个正反馈机制 在我的专栏硅谷来信中讲过很多次 好的生意是要能够不断盈利的 这其中的目的就是要形成正反馈 这和人类利用能量取得进步以后 就能够获取更多的能量是一致的 我们在后面会不断地看到 一种文明是否有生命力 就看它是否能够形成正反馈 同样的 一个人是否有出息 就看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能否成为他放大自己进步的台阶 第二 一个文明能够利用的总能量 决定了文明的高度 像今天瑞士这种国家 尽管科技很发达很富有 但是他没有办法向中国和美国做出绝对水平很高的科技成就 主要就是总量不足造成的 所以凡是效率是需要的 总量也是需要的 第三 系统研究一门学问 需要有一个清晰的 容易理解和量化度量的线索 对于科技的发展 能量就是这样的线索 对于生活或工作 我们不妨给自己也定这样一个衡量进步的线索 最后邀请你思考一下 对于你所从事的专业 寻找一条线索 将它的核心知识穿起来 欢迎留言 分享给大家 下一讲 我会为你介绍我们这门课程的第二条线索 信息 我相信你只要掌握了线索 学习后面的课程 就一定会事半功倍 谢谢大家